國內新冠避暗疫情回到檢驗中 自己的中間病院中醫庫的研究團隊 就要出一種漏水的藥水 可以跟病毒對水康團占的機率 現在也拿到國家新衝中的認證 一些中藥然後用特殊的製程 然後把它製造萃取出來 沒有刺激感就是會有一種茶香的味道 這樣子然後帶點甘甜甘甜的灰甘味 研究團隊這次新冠病毒會利用 標明的這兩杯來清潔 水康裡面的沾沫就有很多這兩杯才適合 中間檢驗出這種漏水 要來檢驗水康的這兩杯才適合的表現 作動病毒為水康團卻 因為我們醫院是一個COVID-19的 集中症收治的醫院 然後我們需要照顧非常多的一些 集中症的一個病人 然後我們很多的醫護人員 在使用這個東西之後 目前都還沒有有人有確診的情況 這個漏水康在離空 在第十四個改革加性創重的困難 不過中間研究團隊強調 北斗除了衛水康 也可能有受到感染 所以除了淨口的風雨習慣 民眾要是要趕快完成疫苗的主席 記者 林毅庭 加基報道